新的一年恐怕普遍的劳工没有好心情 因为足迹统住统计 有68%劳工领不到平均的薪资 而这比例创新高了 半数的年薪低于50.6万元 而其中电力燃气跟金融保险业 其实在整体产业的薪水当中是中上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艺术娱乐跟住宿 餐饮的年薪却是低于40万两样轻 产业的所得分配不均 经济的成长果实也不是全民共享 香喷喷的烧饼豆浆油条 香味在东区巷弄间飘散 尽管已经快要到中午时间 但店门口还是有不少人潮 开幕一年多来 终于撑过最难熬的阶段 5 6月那时候比较长 疫情刚开始比较长 然后到现在人有慢慢回来了 大概回流5成 现在已经开始会排队了 比起之前大环境的通膨 外面什么都在涨 所以我们薪水跟着逐步的调涨 新年到店家也来给员工发大红包 毕竟在通膨的时代 什么东西都在涨 如果薪水没有跟着往上调 就几乎等同背口心 随着疫情的虚幻 非常多的行业都迎来了复苏 不过来到了新的一年 会不会薪水也能有新的进展呢 尤其看到了主席总处公布的最新资料 在2021年的全年薪资的中位数 是来到了50.6万 等于是有半数的年薪低于这个数字 意味全台有高达46.5万人 每月收入不到42k 而若是从平均总薪资来看 2021年未达平均薪资比率 是高达68.31% 等于有过半数 约555万名的受雇员工 年收入均未达平均总薪资比率创下新高 最近不细看总薪资最高的10% 与最低的10%薪资差距 更扩大为4.09倍 为近6年来首次的差距拉大 中位数来看 其实落在50.2万的年薪 大概平均月薪也才4万块 那如果你真的是 离乡工作带大都市工作的话 确实可能要双薪的一个家庭 大概加烤8万块才有办法 这个供这个房贷或者是养小孩 那当然这个比较忧心的 就是在于这个高低薪资的落差 达这个4倍多 确实也反映 台湾的这个贫富差距 严重化的一个状况 整个中产阶级可能呈现 陷落已经消失的一个这个趋势 所以整体来看 这样这种高薪的这种燃气燃油 或者是金融业科技业 真的是拉高了整个这个平均值 那特别又受到疫情的这个正负面影响 其中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 住宿餐饮业和补教业等 全年总薪资均不到40万元 反观电力及燃进供应业 金融及保险业则突破100万元 着眼台湾2021年 高达6.57%的经济成长率 成了蔡政府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 但看似甜美的果实 普罗大众却是看得到吃不到 薪资结构越来越不平均 也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当我们国家极力的发展 比如说护国深山或者是这些 明星产业的时候 但是这些弱势族群他们的 产业的薪资没有提升 结构没有转型 其实是弱势劳工会越来越悲惨 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目前这差距也是创下历史新高了 那这个从以开发国家的经验来看 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当这样的结构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其实就会是社会冲突跟矛盾 越来越大的时候 跳脱华丽的数字 细节中藏着更多的无奈 迎来2023新的一年 全台千千万万劳工们 持续在困顿的大环境中找出路 而受到通膨战争的影响 欧美的消费不振 大陆还在面临疫情海啸 全球的消费市场 恐怕今年也不会亮眼 高库存也冲击了各大航库 对产业的评估 他们认为今年有八大产业 光电电子就被点名 还有消费镜电子业 面板D-RAM LED跟IC设计 现在的运价也崩跌 航运业恐怕容景也不在 高库存的自行车产业 还有不动产开发营造行业 都被列入了这些行库的 内部兽性高度市井区 盯着十几度低温 啦啦队秀出动感舞蹈 炒热活动气氛 3C连锁通路龙头 抢搭2023年元旦上路的 节能家电太久换星 最高5000元补助 除了电视冷气冰箱推优惠 苹果三星手机双A品牌笔电 也折价5到7千不等 要抢供消费者年终奖金 整个供应链从最上游 不管是包含CPU Intel 那包括了所谓的作业系统的厂商 像微软 那像品牌OEN的厂商 其实大家是有志一同 那一方面如果说以厂商角度来讲 我们可能是加速整个一个 新机上市的一个回转 厂商砍价下猛药为的是用力清库存 因为市调机构中华征信所发布最新报告示警 指出国内973家上市公司中 共计165家企业 11月营收较10月下滑 而且低于去年同期 同时累计前11月营收也衰退 其中加速以电子零组件产业的22家最多 半导体的是8家排第2 其他电子业排第3 三大产业总占比来到31.51% 如果再加上金融保险业和建材营造业 营收衰退占比又会进一步拉高到44.84% 为2023年国内景气敲响警钟 如果我们单独把电子业拉出来 加总来看的话 在165家里面 这个电子业所占的比重 也占到48.48% 也是接近了五成 可见的这个整个电子业的 这个出现的一个持续营收衰退的情况 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全球需求疲软 拖累台湾11月外销订单连三黑 全年接单笃定衰退 外加11月景气灯号 落入代表低迷的蓝灯 第一金头雇同样不看好 预估上市贵整体获利将两位数衰退 与中华真系所的调查相去不远 我们以2022年整体的这个 上市归1750多家的这样的获利数值 我们预计应该今年的 2022年的获利差不多4.2兆左右 那进入2023年 我们预计应该会衰退两位数 2022年1到3G的库存差不多是7.7兆左右 它是比2019年疫情发生之前 要多了将近一倍 科技业获利衰退 被迫上演裁员潮 国际大厂除了推特 脸书母公司Meta Amazon以及小米宣布裁员外 记忆体大厂美光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也传出将裁员10% 累计2022年裁员超过10万人 中华真信所提醒 这波风暴还看不到尽头 因为明年在美国降息几率低 企业借贷利率上升 资本支出保守的情况下 经济衰退幅度恐怕比想象中严重 每一次升息的实际反应 会在升息后的三个月才反应出来 所以联准会准备升息到明年上半年 那实际上 它是实际影响 我们其实不排除 它会直接影响到明年底 工业景气或商业景气的一个 灰心油的效应 那我们认为 这个对于这个持续营收衰退的 165家公司来说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 营收YY的这部分衰退的时间 会落在2022年的11 12月份 然后到2023年的第一季 可是在下游的部分 在2023年的第一季 可能慢慢的它的MOM的部分 就是月增率部分 就会慢慢拐上来 开始衰退受炼 就代表说这个库存消化的差不多 2022年历经升息循环充击 2023年库存风暴就要登场 市场不能乐观太早 TVV新闻何佳阳带着立台北报导 而全球的金融市场 保守通膨跟升息所苦度了惨淡的一年 不过机构分析明年有15个产业可期 继续交给作恒 回别2022展望2023 我们就来看到分别有15大产业 根据这个风传媒 他们有一篇就说 未来趋势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带您来看 像是在汽车产业的部分 说是2023有望是缓慢的回温 但是会受到一些供应链的状况所影响 还有就是在国防以及航太的部分 主要还是因为有战者 以及台海的情势影响之下 各国都纷纷的来提高国防预算 所以国防产业变成是蛮夯的 至于能源的部分 受到这个恶物战争的冲击 能源危机这油价可以说 是不断的在飙涨一飞冲天 而娱乐产业因为受到疫情 之前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是有比较降温的 那现在疫后的经济 包含电影院电影商机 可能会回温 再来是金融服务的部分 因为经济放缓 所以也考验说 大家的金融稳定性 而粮食农业则是受到战争 以及气候 如何工粮成为一个挑战 再来是医疗保健的部分 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的推进 所以研发疫苗 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 基础建设的部分 主要还是受到G7 以及一带一路的关系 所以也是非常夯的一个产业 在资讯科技的部分 是因为资安的议题自动化 所以也是非常的旺的 而媒体业数位广告的前景 则是被看好 再来金属采矿的部分 还是因为绿能转型 也刺激了金属的需求 房地产要注意 因为西方房市是比较缓下来了 但是在东亚的部分 这需求是增加的 而零售业则是因为经济重创零售业 但是在电商的部分 还是相当可观 而电信是受到经济加半导体的影响 是比较疲软的 至于观光旅游部分 很多人也很在意 因为疫情之后 是不是要出游呢 但是专家也认为说 在段时间内 恐怕难以回到从前 守住民进党2024年的执政 立委高嘉瑜抛出了 改时评制者得天下 但是有时评登陆平台 按照时评以现在的时评进行估算 他认为时评制实施之后 恐怕每平的价格会暴涨 而价差最大的就是台北市 涨幅来到了20.5% 不过这样的假说 似乎还没有学者愿意背书 但已经兴起讨论 那这个房型的话 它是跳高楼中楼 所以它是标准楼中楼 它第一层是这样 那第二层还有一个 非常漂亮的主卧室 木质地板的装潢 加上楼中楼的格局 适合小家庭居住 又因为是30年的屋林公社 比相对来得低 因为新建案公社比越来越高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就抛出改时评制议题 现在的一个计评方式 会去把公社都拿来做摊分 所以当然看起来 房价已经很高了 但是如果透过时评制的概念 也就是去扣除公社的评数 第一它的数字很明显的 它大概会增两到三成 因为毕竟目前整体的一个公社 比大概就是三成以上 尤其是新大楼 可能还有达到35% 那对非常多的民众来说 可能会觉得自己买到的评数 可能不是你每天都用得到的 现在要推动时评制 可能要去看它怎么推动 以台北市2018年新建案平均公社比 34.2%来看 如果再加上大约15%的附属建物 等于室内评数只有全壮的一半 如今房价越来越高 当公社比过高 民众买房花大钱 却没能买到实质评数 惨当冤大头 但若改成实质制 以现行房屋单价计算方式 台北市单评价格还会暴增24% 以10平制来计算的话 以这一间将近是17平的房型来看的话 扣掉公社比 等于每平的售价都会多10万块 业者以今年1到10月 实价登陆成交资料 将全壮屏数扣除 共有部分和车位 单就主建物和附属建物合计的屏数来算 价差最大的是台北市 单价从每平72.5万元 增加到每平89.6万元 暴增17万 其他上市台中市高雄市的价差 也都有3到4万元 六度中价差最小的是台南市 因为多为透天错 公社比例比较低 如果说我们房屋售价的总价不变 那对卖方而言 他希望的获利也同等的话 那你的坪数减少了 你房屋单价提高 其实就是可以预期的状况 这是第一点 第一个部分就是 倘若真的采用时评计价的话 未来有可能在公社的部分 例如说大厅或是垃圾储藏室 他就空间能小则小 那像是健身房交易厅月览 是这种比较相对豪华的公共设施 他有可能就是消失甚至不见 有可能变成是未来在豪宅的社区 他才有这样的规划跟设备 食品质计算总价不变 每平房价就会大幅拉高 如果实施后 势必会有一段震痛期 也可能会影响到民众购物意愿 我真的改成食品质 不管是一刀切或者是肃籍寄网 如果是一刀切的话 把新屋跟中古屋切开 只适用于新屋 即使是新屋 这个公社不计价的情况之下 民众他宁愿去买新房子 既然买新房子公社不用计价 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旧房子的公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市场的整体的房价 一定会受到影响 未来公社他会有一个价格的转换率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价格的转换率 公社价格转换率大约只会落在大约90%上下 也就是说未来的总体房价 持平制之后总体房价 有可能实质性的房价会下跌 但是表面性的房价是上涨的 包含日本 德国 美国等等国家 几乎都是持平计价 但台湾要推恐怕还有难题 包含就有的房屋案件 该怎么计算都是问题 要走上时评计价 恐怕很难一次到位 TV新闻正身为刘军台北采访的 总统采访喊出了双语国家口号之后 非常多的学校为了招生 还没准备好就挂上了双语牌 就台大的教授归纳了五个乱象 像是双语变成了招生的大补帖 就连体育课 家政课都在考单词 而强调每一课都要用双语教学 恐怕也背离了教育目标 另外 英语老师也变成各科老师的翻译机 双语一国多志 训练的弹性也不足 老师在台前英语授课 台下学生认真听讲 新北市瑞芳高宫开办双语实验班 提供中英语双诗打造沉浸式英语学习环境 英语就是我们会把那个英语单字 让学生重复的念 然后根据我们的这个图形 我们会有那个图 然后给学生做练习跟填控 然后再来做食物上的操作的时候 会让学生知道这个是哪一种零件 然后让学生也能够去在操作当中把它讲出来 空间测绘科24名高一新生 英语程度普遍不高 有八成的学生国中会考 英语成绩只拿到C 但透过双语教学 不只英文能力提升 也更愿意开口说 空间测绘科的学生多数毕业后投入营建业 必须与外籍人士一共共识 英文能力成不可或缺的工具 目前瑞芳高工只有空间测绘科融入双语教学 但未来会拓展到其他科别 逐年提高双语教学比例 其他科别我们陆续会拓展 例如像我们可能在数学科 在国文科 英文科 全民国坊等等 我们会把双语教学 融入到我们的这些课程里面 我们的专业实习的老师 大家都愿意去参与双语师资的培训 目前我们也有 已经有两位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所以在未来的双语教学上面足以致应 政府目标在2030年达到1160所国中校教双语 140个高中设双语实验班 但并不是每间学校都做好投入双语教育的准备 不少学校为了招生抢挂双语招牌 但恐怕会减损学生的学习品质 加上失资不足的困境 学习效果恐大打折扣 各县市提出自己的KPI 它的KPI可能比原先国家设定的KPI 还要快很多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让人家担心 到底这些县市希望 变成双语学校的这些学校 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那但是在这样的步调下 如果县市需要更多的时候 这就会变成县市之间 就会在这些 有可能可能准备好的老师里面 它会造成一些竞争 那竞争的情况的话 就会变成说 很多学校我需要老师的时候 可是我的老师并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可以来教双语的学科 我觉得这个就会是很大的问题 林子斌也强调 双语教学并不适用于每一科 像是国文课就不适合结合双语 以杨明高中为例 数学自然艺术才双语教学 聚焦在适用的科别上 它大概排除了几个学科 第一个是国文科 因为国文科的话 它用中文授课是比较合理的 那另外一个是社会科 社会科是因为有牵涉到本国的历史 还有地理某一些就是内容的时候 也是用中文可能是更好 那接下来的话 其他学科就没有限制 通常我们不会要求说 像国文老师其实真的不需要 要求国文老师还要再去双语 真的不用 他用国语把学生的国文教好 其实就很好了 今天如果要让学生真的能够变成双语者的话 其实应该是从进校门口的那一刻 他无时无刻都会接触到两种语言 到他离开校门这一刻 这样子学校才有可能提供给学生一个好的环境 双语一词几乎成了各校招生保证 但当政府要打造台湾成为双语国家时 也必须有缜密的配套措施 否则恐怕只是沦为口号 TVBS新闻罗世彭刘燕轩采访报道 公伙专家呼吁应该编列癌症基金 随着健保财务越来越吃紧 重症照护方面 部分重大伤病患者的治疗给付可能受影响 有不少医师和学者呼吁政府 扩大投资健康 编列公务预算设置癌症基金 协助癌友获得更好的治疗 卫福部最新公布108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 新发癌症人数121254人 平均每4分20秒就有一人离癌 癌症时钟较前一年快转11秒 目前健保给付部分癌症 但资源有限 如果连治疗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接受能负担得起 因此学界与民间团体 期盼能推动癌症新药多元支持基金 协助病友获得新药治疗 相当努力在协助国人早期发现癌症 但我们仍然鼓励政府部门 未来可以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 以及纳入更多元有效的检查技术 毕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除了成功率高之外 后遗症的减轻 让癌症根治后的国人生活品质 工作能力得到提升 是一个相当值得的投资 现在癌症的治疗 其实方法非常多 在这里面其实有些部分 因为癌症是健保不给付的一些药品 或者是一些放射治疗的话 其实往往也造成加速很大的负担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病友团体 特别是癌症病友团体 他们呼吁政府 希望能怎么样 希望能够 他们愿意部分负担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也会支持 在台湾每年有超过10万名的国人 被诊断癌症 随着癌症根治率越来越高 医疗界除了关心 如何治疗癌症之外 也开始关注 所谓癌症存活者议题 就是除了疾病得到控制之外 还要在后续活得有品质 能够提早恢复正常的生活 恢复工作能力 癌症对国人的健康 具有非常大的威胁 特别是晚期的癌症 不但会影响到生命 甚至会增加医疗负担 对国家对社会 也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荷 因此有学者建议 扩大健康投资 在癌症治疗部分 我们认为是相当的需要 其实现行的制度 推广社区的四癌症 这也是对癌症的一种投资 健康 专家分析 目前政府对于医疗资源的 挹注相对较少 医疗支出大概占整个GDP 约6% 相对美国16% 真的非常低 因此政府应该花更多的资源 在医疗照顾方面 才能真正照顾民众的健康 其肺癌的部分 其实健保术 又有相当多的标白药的给付 让民众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不止标白药之外 其实很多的免疫治疗 健保也有给付 可是这给付的条件有时候比较严苛 我们不是每个适合的病人 都可以接受到这样的治疗 北龙胸腔肿瘤科主任 罗永宏认为 主管机关应是病患需求 整体资源及科学实证 来提升新药之可进性 守护民众的健康 降低癌症死亡率